接下来要上场的12号作品是由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刘佳为我们表演的一个民族民间舞作品《孔雀》有请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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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谢谢表演 请各位评委打分 你好 刘佳 你好 来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 即兴表演 请选题 15号题 15号题 被困在黑暗的电梯中 我们听一段音乐 好 请准备 准备 请放音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好 来 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综合素质评委 明文君评委的点评 这个我注意到你 看了题目以后呢 你立马就沉到这个题目当中去了 对吧 然后你一上场 这个我看到了你跪下了 然后想了想又站起来了 就是在 已经在题目当中了 那么我就在判断 你是已经被困了呢 还是即将被困 然后我看你表演 咯噔一下 那就是说 还是表现了一个 就是 过程当中被困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的转换 那么这个状态的转换 我就觉得这个细节上 处理的有点 不是特别的 就是没有显得特别惊慌 因为你要是表现在过程当中 咯噔停了 它应该有惊慌 这是第一 但是我非常看到你非常好的 就是在过程当中 一直在不停地 就是寻找着 能够出去的那一个状态 那个非常好 可能你这个电梯 估计是困在第49楼 或者第62楼这个样子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挺着急的 然后你不停地往上 然后往前 而且舞蹈的状态 在音乐当中 表现的这个情绪都非常好 但是我有两点呢 我觉得有点遗憾 第一呢 就是说被困在电梯里以后啊 作为逃生来说 无外乎大概有两个渠道 一个 那个电梯就一个门 对吧 你从那个门进来的 电梯的门 那可能是个逃生的通道 另外一个就是上面 我能爬上去 想办法出去 也是一个逃生的一个通道 四周 可能就不用探索和撞击了 因为四周 你肯定是出不去的 第二呢 就是在困在黑暗的电梯中 你竟然非常鲜明和明确的 非常清晰的去再按剑剑 这估计黑暗当中 你看不见剑 你得摸着去按 这个细节上可能都有点疏忽 但是总体上来说 你的这个情绪表现 被困在里边的这种 赶快想出去的这种挣扎的感觉 应该说在音乐当中完成的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刘佳的得分 7点了一个最高分 96.00分 7点了一个最低分 94.00分 12号作品表演得分 95.100分 即兴表演得分 0.450分 12号作品前两轮得分 95.550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